那今天咱们首先要讲解的 那是不是就是动词如何能够变成过去分词 首先咱们要讲就是规则的编法 因为只要涉及到动词变化 大家是不是已经习惯这件事了 对吧 肯定会有规则的 也会有不规则的 那规则的大部分来说 它是怎么变的 那动词咱们在学的时候 是不是会看到它会有什么结尾的 R结尾的 还会有R结尾的 还会有R结尾的 对不对 那它们变到过去分词也是分了组的 那像这个第一组呢 就是以什么结尾的 R结尾的 那以R结尾的 那是不是就会把R去掉 然后给它换成什么呢 ADO 然后再接着以ERIR结尾的 那给它看成一组 那以ERIR结尾的 就会把ERIR去掉 给它加上什么样 IDO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那你看给大家举这六个例子当中 是不是分别有两个是以R为结尾的 两个是以R结尾的 还有两个是以IR结尾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词 DOMINAR 掌握掌控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上几个新学的一个词 那它变到过去分词应该怎么变 刚才说以R结尾 是要把什么去掉啊 R去掉 然后再加谁 ADO 那所以说DOMINAR 那是不是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什么 DOMINAR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着下到这个BLANDEAR 那BLANDEAR这个词 是不是也上几个新学的 提出 对吧 那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很快把R去掉 给它换ADO 那就应该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BLANDEAR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DVER DVER 这是不是应该这个词 然后像这个DVER 这是不是以R结尾的 那是不是就是把R去掉 给它加什么呢 加IDO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Devido 然后再接着下到这个Agradecer Agradecer 这是不是感谢这个意思 对吗 那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也是把R去掉 给它换成谁 IDO 所以说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Agradecido 然后再接着下到这个Añadir 这是不是添加这个意思 对吗 那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要把IR去掉 还是给它加谁啊 IDO 所以那它就应该是Añadido 然后再接着最后一个CONDIR 这是不是有混淆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也是要把IR去掉 给它加成一个IDO 那它就应该是CONFUNDIDO 那所以说这个过去分词 变起来很快啊 你只要记住 以R结尾的 把R去掉给它加Ado ERIR结尾的 要把ERIR去掉 给它加成什么呀 IDO 这是不是就行了 那再接着像这个规则 这一部分 虽然说它简单 但是还是有两点注意事项 要提醒一下大家 哪种 那有的过去分词 它是从字负动词变来的 那从字负动词变来 那是不是就是动词加成C 它才会构成一个字负动词 对不对 那它变到过去分词以后 有同学就会犹豫 说这个C 那它怎么办呢 那像这个C的话 那如果变到过去分词 它就不考虑了 它就不要了 那所以让大家注意的第一点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要过去分词 那字负动词变到的过去分词 不加C 不要C 比如说 Levantarse 这是不是有起床的意思 那它变到过去分词 这个C呢 咱们就不考虑 对不对 那这个动词 咱们就会看到 直接就是谁啊 Levantar 那是不是就要把 R去掉 给它加上谁 Ado 所以说 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就是Levantado 那当什么讲 是不是起床了的 这样的意思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Denderse 那Denderse Ni de一个C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是要干嘛呀 把这个C去掉 那你一看这个动词 这是以什么结尾的 R结尾的 所以说 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什么呢 Dendido 这是不是就行了 不要了啊 那再比如再来一个 那这个Bestirse 那Bestirse 那是不是也是 C不考虑 对不对 那你再一看这个动词 以什么结尾的 IR结尾的 所以说 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什么呢 Bestido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是让大家所注意的 第一点 然后再还有 那还有让大家注意什么 大家就盯一下 这三个过去分词 就好了 Levantado Dendido Bestido 那像过去分词当中 那这个单词的重音都在哪 比如说 你看第一个 Levantado 那这个词 重音应该在谁上啊 Ado 这个A上 对不对 那再接着看下头 第二个词 Dendido 那Dendido 这个重音在哪 是不是Dido 这个D上 E上 那再接着最后一个Bestido 那这个单词重音呢 是不是又在谁上 E上 那你会发现 无论是以R结尾的 R结尾的 IR结尾的 它变完过去分词以后 那是不是Ado Ido 重音都会落在谁上 A上 或者E上 那有没有时候 会有涉及到跑调的 这种情况呢 一定是有的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像Leer 这个词 那它要变到过去分词的话 这是不是要把R去掉 给它加谁啊 加Ido 对吗 那是不是这个单词 就会写成这样 那可是这个单词 如果说要是写成这样的话 那你会怎么读呢 那以原音结尾 重音再倒数第二音结 对不对 那A1呢 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二重原音 那有强原音 是不是会更强 那所以说 重音就落在谁上 A上 那我读一下这个单词 是不是就成了什么 Lado 那还有过去分词 这种节奏吗 什么Bestido 对吧 Denido 是不是它就没有这种节奏了 我就不好听出来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 对吧 那是不是就这个重音符号 那你在这个E上 加重音符号就好了 那有同意就会想 我的天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 要加这个重音符号 这个东西呢 那你想哈 那这个单词 肯定是以什么结尾的 才会需要加上过去分词 这个单词从来 刚才 那大家就会想哈 那这个单词呢 是以什么为结尾的 才会有可能会加重音符号 变完过去分词以后 那如果要是以R结尾的 有可能吗 是不是这个可能性 它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A 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样 强怨音 那它是ADO 那重音一定会落在谁上 A上 所以说 那也就是过去分词 变到什么的时候 IDO的时候 那有可能会加重音符号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反过来说 那这个单词 是不是就是以什么为结尾的 R结尾的 或者是IR结尾的 那难道以R结尾的 IR结尾的 那变完过去分词以后 都要加重音符号吗 那你看这个DEDO 它就没有加 对吧 Bestido也没有加 那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以前头 还是一个什么音 远音 同时它一定是一个强怨音 还是弱怨音 是不是强怨音 因为Y是弱怨音 你要不加重音符号 它是不是就跑掉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要是弱怨音呢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你像无意 这个词 那它要变到过去分词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要把Y去掉 给它加上谁 IDO 是不是变成这样 无意 那有同学说 那这个重音我落在哪 这是不是有两个弱怨音 构成的二重原因 我重音落在哪个上都行 那我就按照怎么着 是不是习惯的这种表达来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默认 它就落在一上了 所以说 如果前头是一个弱怨音 是不是也不成问题 那只有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以ERIR结尾的 同时这个前边 紧挨着它的这个字母 还是一个什么音 强怨音 是不是这时候 一定要加重音符号 所以说 让大家要注意第二点 就是什么呢 以ERIR结尾 同时ERIR前头 这个字母是一个强怨音 一定要加 要不肯定跑掉 那刚才给大家举过了 LEER这个例子 对不对 LEIR 那再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 OIR 那你像这个词的话 那本身它动词原型 都要加重音符号 对吗 因为你动词原型 如果要是不加重音符号的话 是不是就成OIR 那重音是不是落在O上了 听到它也不是个动词 动词气势合在 对吗 那它变到过去分词以后 那是不是把YIR 去掉加I DO 那如果说 我要是不加重音符号的话 那这个单词 它现在这个重音 应该在哪呢 是不是OIR 重音就落在了谁上 O上 那不行 我又听不出来 过去分词了 是不是要加上重音符号 这是不是出来了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像GAIR这个词 那像GAIR这个词的话 这是不是以R结尾的 同时呢 倒数第三个字母 又是一个强烟音 对吗 那它变过去分词 是不是把R去掉 给它加谁啊 是不是加I DO 那如果要直接 撒了吧唧这么一写 那这个单词 你会怎么读呢 是不是GAID 那是不是过去分词 那个感觉又没有了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 在E上加重音符号 那是不是就是GAID 所以说 那规则变化 这两点注意事项 要提示给大家 你别看它简单 然后第一个 是不是字符动词 变到的过去分词 那字符代词还要吗 不要了 对吗 那第二点 如果这个动词呢 是以ERIR结尾的 同时 这个单词 倒数第三个字母 也就是紧挨着ERIR 这两个后缀的 之前的一个字母 是一个强烟音的话 那你这个ER要干嘛呀 加重音符号 好 那到这儿 这个过去分词的规则变化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刚才我说 大家已经习惯有规则 就有不规则的 对不对 那不规则都有什么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好 实话实说 那动词变到的过去分词 它不规则的还不少 那我是呢 给大家分了三组 那三组 第一组就是变完了以后 以都为结尾的 那比如说 像这个ESCRIVIR 那它的过去分词就是什么 ESCRITO 这个你就只能记了 没有办法了 ESCRITO 那有同时说 老师那我能不能说是ESCRIVIR 不可能 听不懂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形式 它的过去分词默认 就只能是什么呀 ESCRITO 然后还有谁 比如说ABRIR 打开 对不对 那它的过去分词是谁呢 AVIERTO AVIERTO 你也只能记 一边听一边记住 然后再接着像这个MORIR 那它的过去分词 这是不是死了的 对吧 那是不是就是MUERTO MUERTO 然后再接着像这个BONER BONER 这种放置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呢 是PUESTO 那再接着下边这个VOLVER 它的过去分词呢 是VUELTO 然后GUBRIR 覆盖 那它的过去分词是GUBIERTO 然后再接着这个VER 这是不是看见 那它的过去分词呢 是BISTO 然后再接着RESOLVER 它的过去分词是RESUELTO 然后还有一个是ROMBER ROMBER 它又打碎 这样的意思 然后它的过去分词 ROTO 碎的 坏的 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说 这是给大家找了 九个词是YIDO VEDIA VEDA 对吗 那咱们再接着一遍 是BISTO 那过去分词以后 是以CHO为结尾的 同时呢 这两个动词 它也是你口语当中 经常会出现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 因为你看 这两个词 对不对 HACER 那它的过去分词是HECO DECER 它的过去分词呢 是DICHO 一定得记着 最后还有一个 以SO为结尾的 那以SO为结尾 是哪个词呢 IMPRIMIR 那它的过去分词是 IMPRESSO IMPRESSO 好 那这个IMPRESSO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比如说印刷 然后或者是什么 留下痕迹 这样的意思 然后它的过去分词是 IMPRESSO 所以说 还有两个以CHO为结尾 一个以SO为结尾的 那整个的呢 是给大家讲了 12个不规则的过去分词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 给它记得准准的 你在用的话 千万不要用错 那这个过去分词 给大家讲完了以后 这是它的构成形式 那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要讲什么呀 过去分词的用法 那像这个过去分词用法 跟英语 它是一样的 那你英语里头 过去分词会怎么用 那是不是首先 第一个 它可以构成各种完成时态 那比如说 现在完成时 陈述是现在完成时 对吧 那陈述是将来完成时 虚拟是现在完成时 虚拟是过去完成时 然后等等等这些 只要是完成时态 是不是你英语当中 都需要一个助动词 是不是需要一个have 然后再加上什么呀 过去分词 那西语当中呢 也会有这样的时态 也会需要过去分词 来构成这种完成时态 复合时态啊 像这个东西呢 咱们会在下一个级别当中 会涉及到 所以大家也注意到了 这几个语法里头 过去分词只是讲一 对吧 肯定还会有二啊 好 那像这个构成完成时态 大家作为了解就好 那第二个呢 你英语当中再想一想 过去分词 除了可以构成各种完成时态 是不是给它看作是一个形容词 对吗 那你要给它看作是一个形容词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干嘛的 修饰名词的 那你这个形容词怎么用 是不是过去分词 它就怎么用 那西班牙语当中 它也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再想一想 那你将这个过去分词 它的语态是怎样的 是不是给人感觉 总是完成了的 或者是被动的 指的是一种状态的形式来存在的 所以说 你要知道过去分词 它的语态的话 那你在用的时候 你就会很舒服 那你想 比如说 它的过去分词是 那就是什么了 回来了的 那像 它是打碎 对不对 刚才讲 它的过去分词是 那就是什么 碎了的 那是不是就是完成的 或者被动 它指的是一个状态 而不强调这个动作 那你要知道这种语态的话 然后再接着 你又知道过去分词 咱们是给它看作什么词来用 是不是给它看作形容词来用 那是不是这个用法 其实你就会了 那大家琢磨琢磨 形容词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哪些用法 那是不是咱们在想的话 你学过的是不是就是这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 它可以直接修饰名词 对吧 然后还可以构成什么样 细表结构 那你这个ser estar后边 是不是可以加形容词 然后那你也一定可以加什么样 过去分词 对吧 然后它是不是还可以构成一些动词的固定搭配 一样的 原来加形容词地儿可以 现在我加过去分词 依然可以 只不过从动词变到这个过去分词以后 它指的是完成了的 或者是被怎么样了的 一种状态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 那你看这个 是不是今天咱们将要复习 是不是这些课 然后 你一看这个词 就知道是谁变过来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就是 那estudiar 这是不是学习的意思 对吗 那它的过去分词就应该是啥 是不是 estudiado 那estudiado 现在咱们过去分词给它看作什么词 是不是给它看作形容词 那是不是在这儿 是不是直接修饰名词 是不是要跟形容词怎么用 它还怎么用 刚才说的 性数保持一致 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对吧 因为它修饰是lectheonis 这是一个阴性复述的名词 所以它最终体现这个形式就是什么呢 estudiadas 那刚才又说它的语态是怎样的 是不是完成的被动呢 是不是学过了的课 是不是今天咱们将要复习 学完的这些课 对不对 嗯 好 那再比如说看第二个 creo que esta hora bocas tiendas están a verdas 那是不是说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对吧 bocas tiendas 是不是没有什么商店 están a verdas 这是哪个词 变过来过去分词 是不是咱们刚刚学完的 这个不规则的 abrir 它是不是有打开的 这样的意思 对吧 那你像打开 那abierto 这个过去分词 那你就会怎么想 是不是就是打开的 那你看 它修饰的又是哪个名词 tiendas 阴性的复述的名词 所以它是不是一定要保持什么样 是不是性数保持一致 所以它最后的显示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abiertas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认为在这个点 没有什么商店是开着的 处于一种开的状态 对吧 是开门的 那再有 在这儿 是不是estar 加上过去分词 那是不是构成的是一个什么样 戏表 结构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一个 ernesto y Susana 是不是说这两个人啊 一会咱们会来讲这个固定搭配 那jevar cuatro años 花了四年 是不是已经处于四年 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casados 这是哪个词变过来的 过去分词 那是不是casarsi 那这个词什么意思 结婚已婚 对不对 所以说casado 是不是就结婚了的 这种语态 那在今儿 他又修饰是谁啊 是不是这俩人啊 所以他用的什么形式 阳性的复述的 那这就是说 这两个人已经结婚四年了 这构成的是一个动词的搭配 所以说 我给大家举的这三个例子 那是不是分别对应的 咱们学过的形容词 这些用法 给出来的大家的这三个例子 那你是不是就会更加明确 形容词是怎么用 过去分词你还怎么用 而且同时要注意什么呀 性数保持一致 这就是这个过去分词用法 所以说 说白了 知道他的语态是完成的被动的 指的是一种状态 再有 按照形容词用法 去用过去分词 该直接修饰名词 修饰名词 该构成细表结构 构成细表结构 该构成动词的固定搭配 你就构成动词的这个固定搭配 这是不是就好了 那当然 大家是不是在看最后一个例句的时候 你可能稍微有丢丢困难 那是不是用到了一个 后头加了一个什么样 时间再加上过去分词 那就是一会儿 接下来咱们第二点语法 就会专门给大家 再讲这个动词 短语 一会儿再说 那在这个过去分词的最后 还要带着大家重温一下 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动词的无人称形式 那之前在讲副动词的时候 是不是就跟大家提过 动词一共是有三种无人称形式 对不对 那一个就是什么样 动词原形 咱们给它看成什么 阳性单数名词 再有一个是不是副动词 咱们给它看成什么样 副词 那过去分词 是不是给它看成什么样 形容词 那其中啊 像这个副动词和过去分词 基本上咱们是不是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对吧 那在这儿呢 再给大家来一个对比 那像这个副动词 刚才说的是给它看的一个副词 那所以说在性数变化这一方面 那副动词它是有性数变化的吗 一定没有 因为副词是不是没有性数变化 那么过去分词 咱们给它看作形容词 只要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就一定是修饰名词的 是不是就是你要跟所修饰的名词 保持什么样性数一致 所以说过去分词有没有性数变化 一定是有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的对比 然后再有第二点对比 就是从语态上来讲 那像这个过去分词 咱们刚刚讲完 这是一种什么样 完成的或者被动的语态 它强调的是啥 状态 对不对 那你像这个副动词呢 之前咱们学过estar加上副动词 还有evar加时间加上副动词 表示花多长时间做什么事 它是不是强调的是什么 动作 而且它这个语态是怎样的 主动的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用副动词 什么时候用过去分词 这一定是可以考虑的清楚的 那是不是性数变化 一个有一个没有 那再接着语态上 一个是状态 一个是动作 所以说那你在考虑的时候 用哪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你不要糊涂 好 那到这儿呢 这个过去分词 才真正的给大家讲完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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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